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這次的萬迷早晨節目 今天第一件事是在新聞台發出的 新聞台會跟大家說明麥佳隊長在希臘聚成、換營和上訴的情況 如果有興趣留意,最新消息就要看新聞台 這裏的萬迷早晨大巴台想說什麼呢? 昨天有一宗傳聞,雲迪碧克傳聞想踢英超 今年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並不是我們之前預計到的球員會大便賣會減價 今年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明明轉回槍到10月才完結 但對球賣方,賣球員那隊經常要設定死線 很奇怪,即是自訂的死線 並不是轉回槍關閉的日子 為甚麼呢? 原來阿積斯就說,如果你想買雲迪碧克的1NB 請你9月13日前要行動 所以很有趣,今年自訂這個期限 很流行 阿積斯和荷蘭的中場球員 雲迪碧克很想去英超發展 但現在這一刻還未有球隊提供提供 這是日常報道,所以大家自己研究一下 不過是有些訪問的 這位23歲的球員在201819年 踢得相當出色 在阿積斯那裡 也在歐聯那裡踢得很好 大家都看到 荷蘭球會也估計到 很多歐洲巨人想找他加盟 曾經之前,全個王馬都想買他 已經趕得像層層 但Sky Sports就說 他們知道的消息是 這位球員是預備離開的 而阿積斯也會讓他離開的 如果價錢適合的話 這句說話價錢適合 就是整個轉匯槍和萬聯有關的球員 基本上都聽過很多次 當然,無論是價錢 到底是賣方的價錢 和買方的價錢 當然是經常都談不完 亦都說,他的喜好是去英國的 踢英招 但之前從萬聯傳過 原來還未有人落必 最過癮的地方 就是為何9月13日 原來荷蘭聯賽是9月13日開始 英招也是差不多時間 這次是Van The Beat 即雲迪碧克 希望在聯賽開始之前 搞定他的前途是怎樣 這次有趣 這次原來不是球會設定 9月13日 就是球員根據Sky Sports的說法 或者消息 就是想在開季之前搞定 所以 我想這個所謂的9月13日 就是傳媒自己加上去的 好 好了 較早之前 亞迪斯的領隊 Erik Tenhet 亦都接受訪問的時候 說過 他接受HET H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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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目市場 當時還未開 現在已經開了 轉目市場 將會8月開放 頂級聯賽 現在可能會找球員 所以 錢 就會轉來轉去 球員的身價 亦都 可能會有些改變 但應該不會改變得太大 他自己估計 看看他們去年的表現 以及他們的心態 就是亞迪斯的其中幾個球員 應該想出去闖 原來已經有同意 這是聽Hen說的 就是亞迪斯的領隊說的 包括Andre Onana Vanderbeek 以及Nikolas Tettler-Vico 這幾個球員 包括雲迪碧克 已經說了 如果他們有興趣 如果想離開的話 其實亞迪斯不會阻礙他們 尤其是 但他就是Onana 即是龍門 應該是Onana 以及雲迪碧克 如果他們可以留在 亞迪斯多一年 當然他很想 但他也覺得 機會就不大了 以上就是那個報道 當然我又要說幾句 因為這是大巴台 沒理由沒有我說話 雲迪碧克 也有不少的球迷都流過言 所以我不說太多了 不過我也覺得這位球員 絕對有幾好的潛質 以及也在歐聯 和何甲表現了自己 屬於證明了自己的球員 他在中場上 當然大家都知道 他應該是偏向進攻那邊 但是你要他踢後一點 其實我覺得他也是有能力的 當然我也說過 我們現在的教練團隊來說 要他改造球員 就差不多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覺得 他來到 是可以有位爭的 當然 你說他是不是踢馬迪的位 應該就不是這樣 相對來說 亞迪斯多踢後一點 但是他是不是踢馬迪的位 據我的認知 就不是完全適合的 但是讓他試試 其實我覺得 是不是會做呢 我覺得如果真的 買了他回來 可能會試試 也不一定 或者他跟普巴 或者班尼去輪流 這個可能大家 如果上次 還沒說過的朋友 可以再留言說 如果你熟悉這位球員的話 因為說真的 我也是看他踢過幾場歐聯 你說我是不是很熟悉他 就並不是的 OK 但是問題就是 原來這個日常沒有說 因為我記得看過另一宗報道 如果我看過另一宗報道 由於我沒有記錄 所以我都不肯定 憑記憶 就說他是四千萬磅左右 即使要求 如果有錯 請改正 如果我當著四千萬磅 就這樣說 老實說 如果我們現在的英超那幾隊強隊 如果他要用四千萬磅 去買一個中場的話 其實就沒有多少隊會落必 我覺得 其實如果要拿到四千萬磅 出來買人 買中場 其實真的只有萬聯一隊 是會落必 即是說 如果 如果有四千萬磅 就放人 的話 其實如果萬聯不落 或不出手 真的 是不是有點兒那 因為 我們都說 雖然我們的右邊進攻球員 很重要 很需要 但是雲特畢卡 我深刻印象 就是他挺後上 幫到守宮門的一個球員 因為我記憶中 我看過他幾場球 他都有入球 所以他是一個後上的 幫手的中場 當然 你就說 會不會買後備回來 這個我真的不敢說 究竟他跟班農 或者普巴的關係是怎樣 又或者 可不可以幫忙 踢馬迪的位置 這個我就未必有足夠的資料去判斷 但是純粹說 只是四千多萬 或者去到盡 四五千萬 這樣說 因為阿士也是三千多萬 即使去了車路士那個球員 沒理由 現在又要多很多 所以 我想我應該沒有記錯 四千多萬 應該是 你說到億多元買新組 當然位置不同 我也明白 但四千多萬買的 已經證明了自己的中場 還要沒有什麼競爭對手 因為如果這宗報道是真的 這宗報道其實是引述Sky Sports 不知道有多真 的話 其實真的沒理由不出手 我真的覺得 如果這宗 如果我們認知到的東西是真的話 而萬聯的管理層不出手的話 第一 我覺得真的很離譜 我覺得 第二 我覺得 也引證了我之前所說 其實是否根本不想買人 真的不知道 大家請留言 說說你們的看法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再說一次 麥加亞隊長 是有最新消息的 在新聞台上已經出了 有興趣可以在新聞台上看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